子依 把他揍了 明天给你打首发 真的 说话说话 不把你放个人东西了 子依 把他揍了 明天打首发 张子依的赛点 可以提前犯规啊 张子依 转一下坐打 犯规 这个发篮了 这样的话 张子依将会走上命运的罚球线 防守可能对于矮个子球员真的是一个痛病 我真的 就算我再这么努力 其实我也没办法 从两米的大个头上去摘下很多篮板 子依的身体天赋的优势 但是在这场比赛 我每个球都去认真防守了 可能是我的防守能力不够 没有得到他的认可 但是我也非常认真地去防守 进 差一点点 曹芳虽然有几个选择上的失误 但是其实上半场 为球队打开局面的就是曹芳 只有他一个人敢去投这个篮 把这个篮投进 才能激励大家发挥的更好 往里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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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 曹芳虽 选择突破 曹芳防得不错 曹芳防得不错 曹芳连续两次右手的突破 都被曹芳拆对了线路 好球 好球 好防 这个球曹芳的防守很有经验 一个三分一个两分 曹芳 我先一个两分防一个了 再投一个三分 сы 吃 看看曹芳如何选择 小白国 左手上蓝 漂亮 节奏变化之后 突然加速 气呵成的动作 好的 哦 笑 放一个 我先一个两分防一个 再投一个三分 君子报仇 时间不晚 我肯定是要拼尽全力的 曹芳对阵张子怡 一对一 决出直通布鲁克林的名额 康哥必须每个球都进 这哥俩是欧北京K的队友 互相之间太熟悉了 曹芳 张子怡防守面积非常大 但是曹芳开场命中 真脆 这个球彩线大号的两分 漂亮 厉害 太害怕了已经 哎呦我的天哪 他都出来了 曹芳吃亏就是身材 拼着命啊 子怡 门篮开了呀 活动开了呀 老年人 哥哥加油 哥哥 曹芳也是一步过掉 大号球 这说边两位 红柿 我总认识